北民有声 矮胖男人忽然从费有量身上找出了一个蓝牙摄像头,并将其连接到了电脑上。很快电脑里就传来了诚哥说话的声音。 别怪我没提醒你,上一个这么说的人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的。 被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试试了。 电脑的声音不算大,但周围几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瘫倒在地,口吐白沫,表情呆滞的废有量。 一个个神色古怪。 矮胖中年人也察觉不妥,按下快镜跳过了这一段。 又过了一两分钟后,电脑屏幕上出现画面。 朱家宁和费有量已经进入了鬼屋内部。 外面的游客对鬼屋场景是相当的好奇。 有的人还特意往前挤,想要看看里面的机关布局。 沐阳中学场景修建在地下,非常安静。 神音器清晰记录了两个年轻人的生意。 包括他俩讨论上传视频,给鬼屋刷差评的话也播放了出来。 卧槽,这些人就是专门来搞事的呀。 是啊,刚才我差点就信了他们的话。 回观的游客议论纷纷。 迫不得已,矮胖中年人又快进了几次。 由于光线原因,视频画面并不是太清楚。 只能看到一条阴森的走廊和两边空荡荡的教室。 不过仅仅这些已经足够渗人了。 秦广工作室的人播放拍摄视频可不是为了帮诚哥宣传鬼屋。 他们是想要找出诚哥指使员工殴打游客的证据。 可是放了五六分钟了, 视频里全是费有量和朱家宁在大呼小叫, 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这下不仅秦广工作室的人不淡定了, 周围的游客也越来越好奇。 这么大一个鬼屋,竟然一个半鬼的演员都没有。 那他是靠什么来吓人的? 很快视频播放到了两人玩比仙游戏的场景。 一开始也没什么。 但当诚哥听到费有量问出那个似曾相识的问题后, 惊得差点咬住舌头。 现在他隐约明白两人为何会那么凄惨了。 当初就是因为自己问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比仙直接被张牙给吓跑了。 他们还敢问这个, 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难怪比仙会暴走。 这两个小兄弟的操作可谓是秀得人头皮发麻。 往后的画面就比较诡异了。 朱家宁突然甩手逃跑, 废有量子拿着笔在白纸上分笔集书。 不停地写着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看着白纸上的字, 围观游客有些弄不懂了。 他在干嘛?精神分裂吗? 我看不用麻烦乐园医生, 直接给精神病院打电话算了。 所以说两人去参观鬼屋, 其中一个是被自己队友下云的吗? 看到这段视频, 陈哥彻底放下心来。 在场除了两个受害者以外, 只有他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比仙一定出现了, 但不知道是因为摄像头无法将其捕捉到, 还是拍摄角度原因, 并没有拍到比仙。 画面中只有这个仿佛中邪一般的场景。 视频继续播放, 陈哥又朝电脑靠近了一些, 后面发生的事情才是他最好奇的。 朱家宁逃走后, 屋子里只剩下费有量一个人, 他在白纸上写了半天字后, 忽然停住。 摄像头挂在他胸口, 拍摄画面静止。 过了几秒钟, 画面突然转动了一下, 费有量好像是昏倒了。 没人碰他啊? 对啊, 怎么就晕了? 十几秒后, 更反常的事情发生了。 拍摄画面角度反转, 沸有量重新站了起来, 他歪歪斜斜地走出女生寝室。 屏幕晃动得十分剧烈, 他就像是刚学会走路的样子, 跌跌撞撞。 一个昏迷的人突然站了起来, 还能自己行走。 以诚哥多年目睹游客晕厥的经验来看,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家伙可能被笔线替换了。 诚哥没有说话, 神情却高度集中起来。 废有量刚开始, 似乎是还没有习惯这具身体, 但只用了几秒钟, 他就越走越快。 已经和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跑到岔路口的时候, 诚哥和朱嘉宁刚好进入厕所, 所以两者并没有碰面。 视频当中的废有量似乎清楚有人在厕所里。 他轻手轻脚从侧座门前经过, 转身冲进了最后一间教室当中。 他目的性很强, 静止走到最后一排, 将某个座位上的校服抱在怀里。 即将离开教室的时候, 他又看到了诚哥放在讲台上的纸盒, 里面装着饭玉给的二十四个校牌。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 废有量将纸盒里的校牌全部倒在桌子上。 从中找出了一个, 装进口袋里, 撒腿就往外跑。 可还没等他跑出教室, 破旧的教室门就关上了。 接着整段视频里最诡异的事情出现。 废有量愤怒转身, 冲着无人的教室, 用一种极为压抑的语调, 自言自语。 我也把这间教室当作假, 可我又必须要出去的理由, 我要和王兴说清楚。 你们让我走吧, 处理完这件事, 我一定会回来。 滚, 今天我必须要离开, 谁也必须拦着我。 电脑里传出 废有量歇斯底里的叫喊,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 嘶声力竭地咆哮着。 放开我,放开我! 拍摄画面不断颤抖, 几乎是因为挣扎得太过剧烈, 摄像头被击落, 掉在了地上。 从下往上, 正好这个角度拍下了 废有量此时的脸。 他的表情在不断变换, 就好像一个身体里装进来 十几个不同的灵魂一样。 大约过了几秒钟, 废有量脸上的表情恢复正常, 教室的门也重新打开。 废有量一眼不发, 捡起地上的摄像头重新装好, 身体如同提线木偶一般, 朝着沐阳中学场景最深处走去。 看到这里, 陈哥的黑色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他悄悄将手机取出, 往后退了几步, 不过视线还停留在电脑画面上。 当时他就在拐角的厕所里, 紧紧隔着一道墙壁, 他却丝毫没有听到教室里废有量发出的声音。 在教室门自动关上的瞬间, 那间教室似乎变得完全不同了。 视频还在继续播放, 身体僵硬的肺有量一步步走到了深井旁边。 他踩在井沿上, 又开始自言自语。 要跳吗? 我能理解陈亚林, 他这么做有自己的原因。 换做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毕竟王兴曾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说完, 费有量从井沿上走了下来, 表情慢慢变得呆滞, 头意外摔倒在地。 又过了两三分钟, 诚哥赶到, 摄像头拍下了一切。 诚哥第一时间为费有量做了心肺按压和紧急救助, 在场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鬼屋老板做的没毛病啊, 人家还主动救你。 卧槽, 鬼屋版的龙腹与蛇呀呢这是。 剧情瞬间反转, 让原本处于劣势的诚哥一下站在了制高点上。 但诚哥却高兴不起来。 费有量在教室里的话实在是太诡异了。 从字面上分析, 应该是笔仙想要逃离恐怖屋, 但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 导致笔仙并没有成功。 正当秦广工作室的人被围观游客说得哑口无言时, 诚哥已经退到了人群外围,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幸运的厉鬼眷顾者, 恭喜你触发二星恐怖场景, 牧羊中学隐藏任务, 笔仙的心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